小身处最后冲刺十分的句型转换 首先都需要大家记住这样几句话 我们先看一下 有必找必 无必找情 无必无情找助动 那么具体怎么用 我们通过例题来看一下 第一小题 I'm a student 变一般一文句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口诀来看 有必找必 那么必指的是必动词 它的形式是M is R 那么正好这儿有M 然后我们看变一文句首提 提的是什么 就是咱们找到的B 所以我们第一步把M提到句首 然后第二一步呢 我们这儿的I 在变一般一文句的时候 第一人称需要变成第二人称 也就是变成了U 这个和咱们汉语习惯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I用M U用R 所以这儿的M把它要改成R就对了 第二小题 He can speak Chinese 变为否定句 同样用这一句话 有必找必 我们发现句中没有必动词 无必找情 指的是情态动词 看may must等等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找到了情态动词 看 同样的 变一文句首提 那么变否定 更简单 后加note再照搬 也就是说在看后面 直接加上note就行了 看和note的缩写形式 是直接加pure t 不再重复字母m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第三小题 There are two boys in the room 对画线部分提问 对画线部分提问 也就是特殊一文句 那么首先就画线部分 找特殊一文词 这是第一步 我们先看一下 to问数量的 而且后更可数名词 复数形式 问数量的 是how many 然后后更 可数名词 复数形式呢 是boys boys 我们先把它写到这儿 再下来把它变一般一文句 那么它仍然符合 咱们刚才的这一个 有必找必 我们发现了 句中有必动词 所以我们直接把r提前 当然在这儿就不能大写了 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不是巨首 第四小题 Lily is from Shanghai 同一句转换 Lily来自上海 在这儿的is from 相当于我们说be from 意思是来自哪里 那么咱们同时还学过一个词组 它也是来自 同学们记得吗 come from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用come from替换be from Lily是单数第三人称 用人称代词呢 相当于she 所以这儿的动词 需要它的单三形式 那么呢 又要给它后面加上s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第五小题 This is a small knife 哦 这把词打印错了啊 这个词是small 小的 我们现在写的smile是微笑 small 小的 这是一把小刀 把它变为复数形式的句子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变复数形式的句子 不要急 我们一个一个词来看 第一个 this 单数形式 它的复数形式呢 是these 第二个 is 必动词单数 它的复数形式是are 第三个 那么它的复数形式呢 是一些 就可以变成some small 形容词小的 它没有复数形式 所以我们仍然不变 knife 变复数形式 我们记得第一条变化规则 以f或f1结尾的 把它变成v 再加es 同学们不仅要做会这几个句子 更重要的是 要学会做题的方法和技巧